大家好呀,我是圆圆 今天分享车门泡芙的做法 去年上次做泡芙已经10个多月了 这么久没吃,可这毛给铲坏了 今天必须按板上 家里刚好有这种甜甜圈模具 沾点面粉冰在油纸上 这样挤得更远一些 锅中放50克黄油 1克盐 5克白糖 130毫升水 中火加热把黄油完全融化 做泡芙的水一定要烧开 才能保证面粉烫至熟透 不然泡芙会膨胀不起来 水烤后立即调成最小火 这时倒入80克的低筋面粉 反本均匀 多拌一会儿 直到没有一点面粉颗粒 像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碗中打入两颗鸡蛋 确定搅散 不够到时候再加 等到面糊两只温热烫手后 分次加入蛋液 切记温度千万不能过高了 不然你将会得到一锅鸡蛋花 用刮刀给它拌匀 等蛋液完全被吸收以后 再加下一次 面糊的浓稠度是跑步成败的关键 既不能太干 也不能太稀 太干了容易开灭 太稀的话又不易成稀 两个鸡蛋加完了 咱们提起刮刀看看状态 直接断开了 明显有些太干 于是我又加了半个鸡蛋 一共用了两个半 刚刚好 最后提起来呈现出这种刀三角 就是最好的 拿出家里最大的裱花嘴 将面糊装进裱花袋 再挤在卡盘上 手指沾水 把煎筋的地方抹平整 撒上自己喜欢吃的坚果仁 送进预热好的烤箱 往中层 先上下火200度烤10分钟 再转上下火180度 烤20分钟左右 切开来看看 个个都是空心的 说明很成功 250毫升的淡奶油装 加25克洗砂糖打发 打的时候一定要控制好时间 不要像我一不小心就给打锅了 看吧 一点也不顺滑 舍不得扔 只能将就着用了 反正都是自己吃 放点草莓 或是其他自己喜欢吃的水果 口感会更加丰富 盖上盖子 我们的车门泡芙就做好了 酥酥的表皮下 包裹着香甜蜥滑的奶油 心情的咬上一口 浓浓的奶香在口齿间流动 味道好极了 我是颜月 关注了几次根的美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